口感清爽的萝卜 你们还只爱炒来吃吗 今天铁头用它来做一道新菜饼 做法简单又好吃哦 把叶子去掉后再洗一下 洗好先切肠道 再把它老皮给切掉 老皮要给它去干净 把老皮去掉后 再把它切成薄片 2毫米左右 切均匀一点 莫笋片切好 我们在中间给它划上一刀 两边不要划断 像这样就可以了 处理好的莫笋片放到碗中 加上少许的盐进去 翻拌均匀 给它腌制一下 把它的水分给腌出来 拌均匀一点 拌均匀后放一边腌制15分钟 腌制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点肉末 先把猪肉给清洗干净 洗净后先把它猪皮给切掉 再多碎 鲜肉 我们用三倍七瘦的梅头肉最好 好了 剁成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边备用 接着来切少许的红椒粒和葱花 葱白部分切掉不用 最后准备撕半下剁成蒜末 锅笋已经腌制好了 水分已经出来 看一下变成软泡泡的 我们把它放到凉白开中 把多余的盐分给去除掉 轻轻的给它洗一下就可以了 洗好后给它整个造型出来 从中间穿过去 像这样就可以了 圈好直接摆盘 锅笋是可以生吃的 而且口感更脆 大家只需要注意好卫生就可以了 放一边备用 装好盘后放一边备用 热锅下勺水油 把肉末倒进去快速划散 炒至变成后把蒜末给倒进去 继续翻炒把它给炒香 香味出来后加一勺蚝油 两勺的生抽 再来一丢丢的鱼盐 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把酱香味炒出来 酱香味出来后 再用小半碗的生粉水 把它煮至浓稠 炒至浓稠就可以了 像这样 好 关火 炒好的肉末 均匀的炒在上面 接着在肉上面 撒上点葱花和红椒粒 最后给它淋上炒起的热油 拖香 一份这样的肉末 窝室朋友们喜欢吗 鲜嫩爽口 好吃又好看 就是少来个好菜名 大家帮忙取个名字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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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